其实如果用Python来抓的话 其实很简单而且蛮快速的 关键就是只要怎么样 加一个evo把那个抓到的资料 把它用那个evo这个方法 其实很快就可以帮我把自创 转换成自点档 其实瞬间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我要的结果马上就可以秀出来了 从网路上瞬间就OK 而且甚至我可以把它格式化成 我要的那个样子 包含就是说我要的 其实我主要是要可能三个栏位吧 第一个栏位是公园的名称 那它的相关简介跟它的开放时间 等等诸如此类的 那要怎么样快速把它抓下来 其实用这个evo这个方法 其实马上 可是这个地方如果直接这样看 有点抽象 字串怎么变Diction呢 我讲过了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那个除错模式 点下去之后 并且在这边设中断点 然后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利用这个方法 我们很快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 下来的资料呢 它其实我们刚刚有下载一个档案 其实它长得就类似像这样 这个Json 它是什么什么点Json的副档名 那如果把它开起来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Nolivet Plus 开吧 不过开起来之后 你可以 第一个你在检视里面 它预设是没有自动换行 那你可以怎么样 到检视里面呢 可以自动断行 你会发现它长这样子 第二个呢 语言的部分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转成什么 Json的档案格式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你可以发现 如果你选择其中 比如说那个PakNan 假设你选其中一个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告诉你 它的下一个 下一个 诶有没有发现 那再来Json的格式呢 它的头 诶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一个中瓜湖开始 一个大瓜湖 里面的话呢 比如一笔Raker的话 实际上就大瓜湖开始 大瓜湖结束 中间呢会加一个豆点 OK 然后下一个大瓜湖 所以一笔Raker里面的话 有这些东西啦 那当然你不需要呢 自己去慢慢去拆解它啦 其实直接 我们利用Evo这个方法 直接就丢给Evo方法 它就可以帮我快速的 把资料呢转出来 我觉得这个实在太方便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刚刚设中断点 那中断点这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看到 我这一盒还没执行 我把它执行一下 执行 那你会发现呢 我们来看一下 Judson 的这个变数 里面的话 它瞬间就帮我改成Dictionary OK 而且Dictionary里面的话呢 实际上哦 就是会是一个Pack 然后呢 Key Value Key Value 所以呢以后 如果你要抓到里面的资料的话 其实蛮简单的 你只要告诉它 Key 是什么 它就会给你Value Key 比如说我要Pack Name 然后它后面给我东西 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 假如把它停掉 切回来看 那我后面呢 只要写一个回圈 并且呢 把这个Dictionary 放在回圈里面 一个一个的抓 所以它会先抓第一笔 Rake 放在Pack 那Pack里面有好几个 所以你Pack里面的Pack Name 抓过来的话 它就会放在这里 所以228公里就过来了 然后一个一个 假设我这边有 其实你也不用全部抓啦 比如说你要抓其中的几个栏位的话 那你就抓那几个Key 它会把Value呢 帮你倒在前面去 然后呢再把Pack的结果 把它再怎么样 再把它Pack出来 结果就可以看到 我们要的结果 类似像这样啦 那请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大概就是讲到这边啦 那其他的话 还有像我在云端上面 还有放那个 就是PM2.5的练习 当然最后你可以把它抓下来之后 再丢到资料库里面去 OK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就是说呢PM2.5 那这个是行政院的那个开放资料 里面的话当然哦 我是觉得跟台北市的最大差别是 它里面呢 提供的这个档案格式比较完整 包含CSV之外 其实Jason档案格式也有 XML也有 所以如果你要练习三种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这三种 分别就把它抓去 不过我发现这个缺点 就是说呢PM2.5这个网站 它的速度其实比较慢 而且有的时候甚至 你光要抓档案 可能比如说CSV好了 你光把它点下去 有时候光要下载这个档案 好像花的时间会比较久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一样呢也是可以把那个两种方法 CSV跟Jason 试试看 好了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大概了解一下有关那个 我刚刚提到的有关那个台北市公园 那他是一个Jason档案 怎么样把资料呢快速的把它抓下来 那再来就是说后面练习我想 因为这个跟前面差不多 如果我今天可以把资料抓下来 那代表我也可以把它放在资料库里面 所以后面的话呢我想 今天也练习蛮多啦 新增资料库 所以新增资料库部分的话 请各位自己再试试看 那并且可以把它从资料库里面呢 再把它捞出来 谢谢大家